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恐怕很多想要减肥的人都跟我一样尝试过低脂饮食 我们非常害怕脂肪 那超市里也有琳琅满目的低脂肪食品 这么多年来似乎我们一直被告知 高脂肪会让你变胖 同时也会增加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 比如说心脏病 糖尿病 然而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证实 低脂肪的饮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健康 而相反的是它会给你的健康带来非常多的负面影响 大家好 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生农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 也是国际认证的营养师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订阅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记得到视频的最后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哦 低脂肪饮食呢 一般是指在你自己的饮食当中啊 去控制脂肪的摄入量 比如说呢 很多人在吃鸡肉的时候会选择鸡胸肉啊 这是因为鸡胸肉的脂肪含量比较低 那蛋白质含量相对比较高 其实如果大家有意识的去计算一下 我们亚洲人非常习惯的饮食 大部分都是高碳水 中蛋白质 低脂肪的 低脂饮食会带来非常多的健康危害 比如说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 就是非常容易导致营养元素的缺乏 首先 脂肪酸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元素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讲到过 什么是人体必须营养素 它意味着我们的人体没办法自己去合成 必须通过食物当中去补充 所以如果缺乏必须脂肪酸啊 我们的身体首先就已经有一系列的健康风险了 不过呢 我更要强调的是维生素 尤其是脂溶性维生素 那具体来说就是维生素A D E K 什么叫做脂溶性啊 就是这些维生素我们想要吸收利用它 是必须有足够脂肪的存在的 那如果说缺乏这四种维生素 分别都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症状和疾病 比如说缺乏维生素A会导致眼睛出问题啊 叶盲症 角膜 干燥 包括你的皮肤会有干燥和搔痒 免疫力也会下降 如果说你是一名孕妇的话 缺乏维生素A呢 有可能导致胎儿的畸形 缺乏维生素D啊 最容易导致的就是骨质疏松 也包括免疫力下降 维生素E对于我们的神经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严重的维生素E缺乏甚至会导致神经系统的损伤 维生素K的缺乏也会导致凝血障碍 也包括维生素D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发挥作用 那从而导致骨质疏松和缺钙 所以首先低脂肪饮食让我们非常容易产生的就是 脂溶性维生素和必须脂肪酸的营养缺乏 第二个低脂肪饮食非常容易导致的结果就是糖分摄入过量 因为当我们在饮食当中减少脂肪的时候 很多人会因此开始进行高碳水饮食 碳水等于糖分 糖分摄入过多 其实是很多现代疾病慢性病的主要元凶 那更别提啊 很多人会去选择高糖 包括精致碳水化合物这样的一些食物 那这些食物呢 应该说对于身体的危害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还要更加严重 我们很多人都有胰岛素抵抗的问题 有肥胖超重的问题 甚至出现糖尿病前期二型糖尿病 包括脑部的一些问题 二次海默症帕金森症 其实都和高糖饮食密切相关 第三个很容易发生的 让人觉得很讽刺的事啊 就是低脂饮食会导致体重增加 很多人进行低脂肪饮食就是害怕长肉啊 就是想要减肥 但其实低脂肪饮食反而导致我们会吃更多的糖分 而糖分是更容易在体内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的 另外啊 因为低脂肪饮食导致我们身体缺乏必须的脂肪酸和必须的营养元素 我们的饱腹感会非常差 会特别想要再去找东西吃 而这个时候我们选择的通常是那些高碳水的 比如说一碗面啊 或者说一碗米饭 这些食物呢会让人更想吃东西 因为我们的血糖会因此而波动 久而久之 我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胰岛素抵抗的恶性循环 导致体重不断增加 但如果说你尝试把脂肪在饮食当中的比例升高 进行高脂肪低碳水饮食的话 你的体重下降会非常的明显 第四个低脂肪饮食 很神奇的负面影响是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 很多人说反了吧 难道不是低脂肪饮食有利于心脏健康吗 可能以前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被告知的 但是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 低脂肪饮食对于心脏病的风险并没有什么降低的作用 让人更觉得难以接受的是 因为低脂肪饮食反而导致了这些受试者 他们的好胆固醇 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有所下降 实际上患上心脏病的风险是增加了的 那当然在我们的频道当中也说过非常多 其实胆固醇本身都是好的 包括低密度脂蛋白也是好的 要警惕的是那些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 而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会从大而松软变成小而密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碳水就是糖分 那这个糖分其实反而是低脂肪饮食非常容易带来的结果 第五个低脂肪饮食会引起的就是暴饮暴食 包括心理上的一些食物成瘾 因为低脂肪饮食我们其实很难吃到足够的热量 那包括高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会让我们的血糖不断波动 很多人都会觉得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烦躁 包括没有饱腹感一直想要吃东西 那非常容易导致暴饮暴食 长此以往暴食症或者厌食症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那第六个也值得警惕的低脂肪饮食的负面作用 就是影响大脑功能 因为脂肪是大脑功能正常运作必须的营养素 首先脂肪是神经元的主要组成部分 神经元是大脑当中负责传递信息的这样的一些基本单位 那缺乏脂肪酸是会直接影响神经元的工作的 同时大脑传递神经信号也是需要脂肪的参与 包括我们的神经地质 在大脑当中的传递也是离不开脂肪 如果说你过度限制脂肪的摄入 会出现记忆力下降 包括情绪波动 可能我们的很多负责情绪的神经地质 都没办法正常的运作 所以脂肪的摄入对于大脑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七个低脂饮食经常带来的一个问题 就是免疫力的下降 这是因为脂肪 其实是我们免疫细胞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免疫细胞包括白细胞 也包括各式各样类型的免疫细胞 那免疫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由脂肪构成的 如果说脂肪摄入不足 我们很难有足够的免疫力去抵抗外界病毒的入侵 包括呢 比如说一些重要的脂肪酸 Omega 3 大家肯定不陌生了 Omega 3脂肪酸其实是能帮助我们平衡体内的炎症水平 那当炎症水平下降 我们的免疫力也会有更好的一个提升 最后一个第八个 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的 就是低脂肪饮食可能会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 虽然呢这一项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据去支持 已经有一些研究把低脂肪饮食和节肠吸肉 节肠癌的发病风险联系在了一起 那另外也有研究显示啊 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 低脂肪饮食并没有降低她们患上 比如说乳腺癌肺癌 包括子宫内膜癌的风险 也就是说低脂肪饮食对她们的健康并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呢 反而可能会存在一些负面影响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 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尝试高脂肪饮食 已经开始认识到脂肪的重要意义 但是你可能也有很多亲朋好友 还在努力的去把脂肪 从日常饮食当中减少到更低的水平 希望大家能把这个视频转发给她们啊 告诉她们低脂肪饮食 其实对身体存在非常多的负面影响 好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或者是加入沙拉的生童讨论群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